来 我们说到了中国市场 现在中国的新三样很夯 电动车 电池 还包含了光伏 太阳能板 但是现在呢 在夜轮仿中的时候 美国就是这样说一套做一套 明明在仿中 然后又说 哎呀 我们不接受中国大陆 大量低成本的中国商品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 卖太便宜也不行 美国人有个习惯 就是说他叫做责难策略 就是义珍 我在整天说你坏话 除非你借我钱 我就不说你坏话 他基本上是这种态度 他现在夜轮的 财政部长的工作做什么 就是发行美国联邦政府公债 解决美国的赤字财政问题 这是财政部长最重要的工作 像你看其他中国的财政部长 有没有讲话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他不需要去海外借钱 所以中国没有讲什么 你说日本的财务大臣有讲话吗 很少听他讲话 你就听过台湾的财政部长 有讲话吗 也没有讲话 因为他没有财政困难 那美国的财政 联邦政府财政真的很困难 所以叶伦只好封城 普普老太太 跑到中国来借钱 可是美国人就坏习惯 跟咱们中国人文化不同 这样文娜一定会讲说 比如说我要跟你借钱 我这样 一生 你这样好漂亮喔 好迷人喔 说很多好话 对 一定说很多好话 那我最近手头比较紧 你方不方便借我个五千块 这个中国文化 那美国一定不是 一生啊 你最近都没有讲我好话 你最近都经常讲我坏话 那你最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讲了一大堆 一生 你借五千块 我就不讲你坏话 哈哈哈哈 居然是种 觉得很难接受耶 那你都一直讲我坏话 我还要借你钱喔 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一定想到一生啊 你没有每天念圣经 如果你佛教的 你没有每天念佛经 哎呀这个 你对不起释迦牟尼 或者你对不起上帝 或者耶稣啊 你要注意啊等等等等 讲你刚才坏话语 这个我会帮你祷告 你借五千块好不好 美国的风格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了解到 美国的文化 尤其是美国它如果是个强盛的国家 它如果今天啊 用个很低姿态的方式 跑到中国来借钱 它觉得有失颜面 对 所以来一定要先讲 对国内没办法交代 中国低成本产品销售到美国去 什么电动车电池光辅 这是美国财政部长管的吗 对啊 哎左边有个贸易代表 右边有个所谓的工商部长 商业部长雷梦多 雷梦多黛奇都没讲话 你讲这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它基本上是意在言外 所以它去中国到底是干嘛的呢 中国还不借我钱不借我钱 你那个电动车低成本倾销 你电池你的太阳能光辅电板 都低成本倾销 它这句话其实讲错一半 讲对一半 中国大陆这个真的是低成本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成本真的很低 它大规模生产 我们内国经济学员 稍微从大概大一开始就知道 说规模经济就会 有些行业 不是每个行业 有些行业特别制造业 但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因为这种制造业的固定成本很高 所以当你生产量一扩大到 摊提固定成本越摊越小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低成本的产品就产生了 可是他忘了讲一件事情 要讲低成本的产品 低成本的产品 哪一个国家最多 印度 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跟印度买 跟印度买电动车啊 是啊 买电池啊 买单人电板啊 每一样东西都比中国便宜 可是中国优势在哪里 低成本高品质 所以变成CP值很高 你说比亚迪电动车 比美国那些 那些什么福特GM电动车来讲 都便宜啊 可是问题品质有没有比它好 比它好 这个CP值比较高 所以才能够在全世界里面 外卷很成功 内卷的一样啊 中国大陆只要不符合 这两个标准 低成本高品质的 大概很容易就收摊 消费者不买单直接就拜拜了 中国大陆自己的消费者 就自己把你看个半石 自己已经把它 内卷就卷到旁边去了 不用美国来说 所以美国在讲说 电动车这个东西啊 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有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什么叫违法 就是说我在中国大陆 销售的价格比较高 我在海外比较便宜 这个叫倾销 但是我在中国大陆 也卖的很便宜啊 更便宜 我并没有说在海外卖的 比大陆内部还便宜啊 所以这个就不叫倾销 但你说大陆政府有补贴 大陆政府有说 有买一辆车子补贴多少吗 现在没有啊 反正你美国什么 你买电动车一部车子 补贴7000块美金 你到底谁在补贴啊 而且聊天室里面 我们的这个Mark 10说 要见识一下大陆的无人工厂 这才是真正低成本最大原因 这个是很大原因啊 可是你到无人工厂之前 你是不是要规模扩得过大 才会做无人工厂 所以一开始中国大陆 而且要够标准化 成本之所谓低 是因为电池的发展成功 电动车里面成本很高比例 是所谓的电池 那电池做成功的 以后电动车就容易成功 再加上电动的操控系统 大部分都软体 现在中国大陆年轻一辈的孩子们 我讲孩子 我年纪可以称他孩子 一个比一个优秀啊 那学习软体来讲 都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代 那种软体的概念了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好 电池的发展 而且中国大陆研究理科 研究化学研究材料科学 年轻一辈 学霸满满都是啊 满满都是啊 何况是太阳能电板 所以它已经达到一个规模经济了 再加上规模经济品质 又维持得很好 要不然早就被印度打滑 如果它的品质不如印度的话 更便宜的大家就出买了 它比印度贵啊 在什么低成本都比印度贵啊 那你为什么不买印度 什么普普电动车 为什么要买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针对中国 这个就是一个硬道理 所以叶伦在批评这个东西 是未批评而批评 因为它的主要责论 是到中国来借钱 因为今年美国的政府的财政赤字 大概要两兆 两兆美金 这两兆美金的财政赤字 通常要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的话 你第一个它想拜托中国说 你手上那么多债券 可不不要在市场上抛售 对 再多买一点嘛 对 你抛售的话 我价格就卖不好 卖不好我的赤字 就弥补不了 对 第二个它要干嘛 就说那你可不可以 帮我买一点 明的是推销债券 实际上是借钱嘛 推销债券借钱 这个跟这个叫做初级市场 一个债券是从 美国财政部印好卖出来 那个叫做初级市场 那剩下的在市场上买来买去 那个叫次级市场 跟美国财政部 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美国财政部 只关心两点 我每个月要发行多少 这个政府公债 然后政府公债 发行价格如何 他关心这两个 他最重要的是谁来买 他找越多人来买 他的价格就越高 他找越有钱的人来买 价格就越高 那叫日本买 日本不敢吭声啊 他打个电话 拜登打个电话给岸田 小岸田啊 我这两天在白宫接待你啊 你记得用支票开一开 帮我买一点美国 这个财政新的公债啊 他就买单啊 可是问题来了 重点就是 中国买不买单嘛 不会这样子嘛 中国不买单 我干嘛买你这个单 他就故意 威胁你哦 我可能要对你未来的电动车 电池啊 我要什么呀 我要抵制你哦 中国心情想中 你不是来抵制吗 我要调查你的光伏 有没有人权问题 对对对 有没有新疆种植媚绝问题 这种东西是要用讲坏话 来达成他借钱的目的 我不得不说 艾伦哦 这老招了嘛 可不不换成新招啊 这招对中国没用 所以你看哦 这个李强接见他的时候 有讲什么吗 好像也没讲什么 还真的没讲什么 李强觉得呢 反正你老呆了就来借钱了 我跟你讲什么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我去辩解说我的电动车 这个真的没有低成本 不是靠补助 达到今天这个效果的 反正你也听不进去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对对对 意思就是说 你就讲白吧 你要借多少钱 你就讲就可以走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还请他去吃了很多好料 让我们很羡慕 不过他讲到的一个重点 这个也是全世界都在看的 就是钢铁 钢铁情形不太一样 中国的钢铁 在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是以为说 钢铁是国家的基础 所以在下游产业 没有完全吸纳钢铁产量的时候 中国是真的有很多的钢铁厂 陷于赔钱的状况 钢铁厂赔钱又都是国营失业多 所以国营失业赔钱 就必须要由国家拿钱 就来补贴 所以中国政府 就把赚钱的国营失业 赚的钱拿来补贴亏损的国营失业 那补贴方式很简单 就台电一样 我们台电亏损就增资 政府不断出钱去垫那个窟窿 中国大陆钢铁厂有这个问题 但是自从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 钢铁的需求大幅的增加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需求某种程度 可被满足了 可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钢铁量 质量品质好又便宜的话 你想中国盖的高铁要花多少钱 才盖得出来 高铁这个说好一点是科技产品 说这个简单一点 它就是一个钢铁捏出来的一个东西 都是钢铁用的 桥梁也要钢铁 基础建设都要钢铁 所以中国的钢铁产量 在全世界来讲 已经到达规模经济的最低点 没有人能够突破 那印度会讲说 我的钢铁比你便宜 问题与品质不一样 有人敢买印度的钢铁 去做高铁的轨道吗 没有人敢嘛 听起来就觉得怕怕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美国这一次 他除了说自己 他们美国自己不买 不接受中国这种低成本的 产品之外呢 他把他身边的朋友 全部拉过来 他是说什么 你们这样 有一些国家很担心 欧洲担心 日本担心 然后菲律宾 墨西哥都很担心 我们看一看会发现 这些不是都是你的朋友吗 还有在你隔壁的墨西哥 同时他也提到有一些产业 比如说智利的钢铁 印尼的纺织 巴西的化工 英国的拖拉机业者 那不就是竞争不够力吗 不完全是啦 英国的拖拉机业者 还有挖掘机 英国拖拉机是卖到很多 农业国家啦 比如说中南美洲 很多农业国家啦 可是它不是个钢铁 大家可能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中国做的 港口的起重机 大家买 对 振华重工 因为便宜吗 不是啊 应该是因为它的高品质 它其实不便宜 高性能 高品质 不便宜啊 是的 你以为中国做的拖拉机 就是一定比英国便宜吧 也没有啊 问题是中国的拖拉机 做的比较像一个电动车 可以控制的 那英国还停留在 石器时代 所以也赶不上 所以英国的拖拉机业者 你就不要怪大家了 那你说中南美洲 也不能讲巴西啊 这个智力哪里好或不好 工业的发展是全面性的 对 当你一个行业好 其他行业不好 其他行业的成本 贪挑 贪敌不了 变成其他行业 你买它的零组件 就变成你这个行业的成本 哦 对 就比你自己要承担 那中国不是啊 几乎大部分的行业 都已经到达规模经济 所以在中国做任何东西 它可以买到最便宜的零件 最便宜的组件 而且不用自己做 要不然小米怎么敲锣打鼓 三年就把车做出来 是啊 一拆了发现说 这个底盘不是他做的 外壳不是他做的 然后保险桿不是他做的 然后电池不是他做的 他只做软体 他还做行销 哎 这个是中国的优势啊 你看其他国家 如果你今天其他国家说 哎 我做个底盘 对不起啊 底盘贵得不得了 因为规模经济到不了 然后我做个这个保险桿 哦 对不起啊 保险桿贵得不得了 没到经济规模的东西 但你做的车子就很贵了嘛 每一个零组件加你两成 你看整部车加几成 我记得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 因为当时遇到那个 翘车门的那种偷车贼 对 然后呢我的门没坏 但是我被挖了一个洞 让我就要送修 结果呢 那个保险桿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边没有零组件 所以我得要从法国千里迢迢 帮你运一个门 运到牛西兰来 哇 我当时心里想 天哪 还好我有保险 要不然不知道有多贵 你知道吗 没法修 然后运贵就不得了了 没法修它只能换一个二手的车门给你 连中国在运费上都占很大便宜 是 为什么 因为它的顺风也好 它运输量 物流量规模大 成本就低嘛 就像前一段时间 我寄个东西到纽西兰 寄给三妹 然后我发现了 这个原来顺风是最便宜 我们台湾邮政比它还贵 是啊 对啊 所以呢 哎我们说到竞争力 所以您怎么看呢 叶伦这一次来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到叶伦 他多次谈到就是说 你中国产能过剩 那当然有关电动车的部分啊 这个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涛 他在巴黎开这个欧中 欧中资的电动车企业的 援中回忆 他其实就有很明白提到 他说中国之所以 电动车可以这么便宜 完全不是因为透过补助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 技术我们也自己有自己的技术 当然成本就低 然后呢原料 以及呢市场快速竞争的发展 根本不是你们 美国欧洲西方国家说的 产能过剩 你这根本就是 故意给我贴标签 我觉得美国的官员 包括叶伦也是一个经济学教授 什么当官了以后讲话 都开始背离经济学原理 开始讲官话了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一个产力什么叫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只有个指标 就是我的存货累积到 超乎正常的水准 什么叫做存货正常的水准 就是说我大概一年营业额多少 那我要备平半年左右 就是我的存货 如果我的存货 累积超过什么 超过一年以上都还消不掉 那个叫做呆滞性的存货 像三星前一段时间 它的记忆体 还有SK海力士 它的记忆体的半导体 堆积如山 本来是打八折卖也卖不掉 打七折 最后打到三折 存货才慢慢去掉 那中国大陆 有没有很多存货 比如说比亚迪 满股电动车卖不掉 现在好像都还要排队 排队来买车子 怎么会叫做 供给过剩 供给不足 就以华为来讲 哎 连买的手机成龙都要排队 成龙是什么卡 这么有名的人 那个华为应该赶快 哇 这么有名的 包括做宣传 你赶快优先买 也没有大家排队 对 所以当一个产品 持续要排队才买得到 绝对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没错 你下游的产品 没有产能过剩 你上游怎么会产能过剩 你怎么可以说 因为中国大陆外销比重很高 就是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有哪一个行业 是纯粹做内销的 这种产业很好 很少好不好 有一个东西叫纯内销啦 就是美国总统 这个位置纯内销的 其他没有了吧 好 接下来呢 雷军最害怕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刚讲到什么叫产能过剩 现在就告诉美国人 小米的第一款电动车 SU7开卖5天 下定10万人 请问这单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你知道吗 怕的不是说 我这款新车没人买 而且太多人买了 我怕我做不出来啊 因为你看 如果我下单这辆车 你要我等个一两年 我可能都想换新款了 对吧 这个就是雷军的问题 这就是雷军的问题 你知道吗 如果做10万辆车子 比亚迪也没有问题 可以做得出来 行吧 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 你从头到尾 不是 一条生产线都自己做 我讲过 雷军 他的电子 林德时代做的 对 他还要抢单 林德时代不是只有 做你一个客户啊 可不可以麻烦你 拍到后天去 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 他的底盘是 北京汽车集团做的 对 然后他的车壳 是复合材料 没有错 他自己设计的 可是问题 他车壳的复合材料的设计呢 也是别的厂商做的 他的保险桿 是一个台商做的 所以他的后照镜 他的车灯 都是别人做的 那都他自己设计的 所以有趣的问题来了 他的好处是 只要说我的 这个订单下下去 而且时间如果及时的话 我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他的问题是 只要有一款零件 护件 整个车机护件 你可以做是说 右边的后车灯还没来的车子吗 所以小米是不是要跟苹果一样 他要生产线的配合厂商 要抓得非常的准 就是大家的货都要到嘛 不然车怎么做起来 因为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一部一个手机 才顶多一千个零组件 一部车两万件 两万件 他是配合厂商更多 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自己开 那个什么控制工厂 他总不能去叫宁德时代说 我派一组来控制你嘛 不像说鸿海 有没有 鸿海就是iPhone 审定合格 一组来控制鸿海 或者说 那个什么 立讯 一组来控制立讯 所以这个iPhone做得到 但是今天的 这个雷军 还做不到这么大的贵 所以只好怎么样 只好各地方 掉来掉去 掉来掉去 所以他担心交货市场 是理所他们 因为他只有最后组装 现在他自己做啊 对 所以现在你知道吗 这个锁单量也很可怕 光锁单就是4万单了 如果哦 我说哦 标配版的哦 你知道吗 你就算下定付了钱了 大概五六个月可以拿到 但是如果你是mix 高配版 你可能要年底 才拿得到车 那现在哦小米 这跟华为很像 它原计划哦 一个月7000辆的目标 现在没有了 一个月哦 必须要1.2万辆 必须要生产1.2万辆 他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华为还好 因为华为基本上 生产线哦 那个配合厂商哦 都是听他 对对对对 你怎么问一下 宁德时代听你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所有人拿着放大镜 在看小米 除了这个单 大家再看 这个时程 交货时程 排程 你到底能不能跟得上线 然后开始网路上 你知道吗 现在网路时代 又有人在那边说什么 会夹 小米汽车设计不良啦 品质怎么样的 又掉漆又夹手 雷军这句话他说 大家现在都拿着放大镜 在看小米SU7 我们压力很大 但是很多拿放大镜 看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大家有空仔细看一下 其实这些争论 刚开始多多少少会有 但是你要说像 华为手机 这次重新出炉的时候 这么普受欢迎 大家找不到缺点 是的 还是真的不太容易 对 Mate 60 Pro 不太容易 接下来我们谈一个 很关键问题 就是这一款车子 最重要跟手机不太一样 手机的二手市场 大家不会太在意 是 因为反正我这手机 买的是比如说 人民币五千块 二手就是给老公用 对对对 原来你跟我老婆 有同样的毛病 给爸爸用 所以二手市场的手机 不是问题 请问你 你买车子 如果你用了三五年以后 要卖出去 你会期待车子 还剩多少价钱 百分之几成 哇 这个有一半 就已经要头小了 真的 这个大家的期待值 那你会就开始 二手市场竞争力 二手市场的竞争力 会影响一手市场 是 对 而且电动车二手的 有人要买吗 当然又会有啊 但是打的折扣 如果很多的话 像比亚迪 是已经经过 二手市场的考验了 就是二手市场的 比亚迪车子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一手市场 我买了 我心里就有个底 不会跌价太多 我开个三年 大概剩下多少钱 开个五年 剩下多少钱 开个八年剩下多少钱 有个底 那小米汽车 跌的幅度 比比亚迪还多的话 怎么办 二手市场的折扣价 比亚迪车 就很容易被淘汰 所以说雷军 真正的考验还没来 还没来 还没来 大陆上有几个牌子的车子 已经被考验 已经不见了 对 我们不能随便讲他名字 其实大家随便找一下 那个车怎么不见了 或者是慢慢没有人买了 二手市场不见了 一手市场就不会有人买 是的 全世界汽车市场 这个特性很重要 大家注意到 你要买车子 一定要先问问 当然这个新车子 你找不到二手市场 心理要有底 我买了以后 预期心理市场 看看隔壁品牌 同样品质 价位的车子 大概打几折 所以这是现代人买车 得要关注 一定要关注 不是说现在买便宜就好 除非你是一次性 那你说丢掉没关系 很少人会丢掉没关系 很少吧 你注意到啊 就说大部分的二手市场成熟了 就表示这个车子是信赖度比较高 所有的争论不会成为 会不会成为事实 就在看在这里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